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最近念完这本书之后呢 我觉得想要赶快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也还蛮值得一看的 那它主要呢 里面写的内容是 它这个作者呢 是在美国的一位女医师 那这个女医师是因为受邀 而进入了这个澳洲土著的真人部落 那一起开始了进行步行的旅行 那第一幕让我很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他当时就是这个作者 当时跟这个进入到这个真人部落的时候呢 就被要求把身上所有的钱 还有相机 衣服 包包 所有他从美国带来的东西 就是丢进火堆里面烧掉它 那当时作者的心情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跟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把那些东西丢下去烧吗 我当时的想法会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怎么做 对 如果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你们可以想想看你们会不会 就是你们当下会不会怎么做 那接着他就把所有的东西丢下去烧完之后呢 这个旅程就开始了 那这个一路上的旅程呢 因为鞋子 我记得他是没有穿鞋的 因为他的内容有讲到 他的脚都长茧了 因为走了非常多的多天 就一段的时间 那这一路上呢 他们就会穿越树林森林 还有就是沙漠 深泥沼泽 还有艳阳高照 还有会面临到的是晒伤的问题 还有就是意外受伤等等 每一天都面临到不同的状况 那这个作者呢 他是一位医生嘛 在美国是一位医生 他也在看着跟经历着感受着 看着这些澳洲土著 是怎么样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如何去面对他们的生活 如何去面对他们的挑战 那他这边刚好有一句话就是 通过任何考验的唯一方法 就是面对考验 这是无可避免的 这句话我觉得也可以送给大家 就是你要通过任何考验的唯一方法 就是面对考验去面对他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力量 可以在这边送给大家 然后接着呢 他们在这之中就会有人受伤跟晒伤或中暑嘛 那他们就是这个部落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叫做药女的人会出现 就是我们俗称的女医师 他就会看看当时的环境 就是大自然里面的环境 植物药草有哪一些 他就会依当时这个病人的状况 去配药草 然后导药 做一些 可能会跟其他一些连着物 就是大自然里面的去做一些混合 就让这个草药生成了 然后就医治这个所谓这个病人 那在做这一些的行为 跟就是所谓的配药的时候 配这些药草的时候 我觉得他给这个作者 这个女医生的感触也很大 因为这个女医生她是在美国 当然是用最新的科技科学去治疗 治疗她的病人嘛 所以他来到这个真人部落 跟他们一起去看着他们如何去 治疗他们所谓的病人的时候 让她的眼界跟她的 所谓的医疗观念知识 我觉得有另外一层的见识跟见解 也让她带回到 后来也带回到 到了美国 然后婴儿才出了这本书嘛 我觉得就是让我自己的想法也会很大不一样 当然我自己本来就是比较倾向于自然疗法 我也很提倡这个自然疗法 那我也一直 我个人就是也是很希望现在的 就社会架构跟我们的文化是 可以很重视这些所谓的部落的一些古老智慧的传承 甚至他们对草药的一些认识 或者对一些天气或者身体上所谓的脉络怎么走 这些都是很古老很有 很可以帮助人类的一些智慧跟知识 那我自己是为什么会分享这本书 是因为我觉得 那我们现代人是否都吃了太多的科学药物 会觉得吃药材是可以把你这个病治好 其实往往也都忽略了 我们的心灵层面 是不是这个才是病的根源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我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 我很希望就是说 当你有看到的话 也可以听听看 对那我个人的话是倾向于 现代科学跟自然疗法 是一起做搭配 然后一起去做深入研究 让人类在大自然中 做到最好的帮助 因为我觉得 大自然给了人类最好的礼物 可是人类却没有百分之百的运用它 甚至可能百分之十都不到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人类 在对于所谓大自然疗法这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我也希望说 大家如果 不是很严重的病 你们非得要吃药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可以跟自己的灵魂 跟病痛的地方 做一些所谓的灵魂对话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 这也是自然疗法的一种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的去用用看 因为我觉得自然疗法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 它是非常珍贵的 那是否我们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我们也可以想想看 我们要如何去尊重我们身边所有的大自然 植物 动物 它才可以跟我们保持最协调跟合作的关系 这才是人道 而且是获大 获大 获得到 最大值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自然 所以我对大自然的议题都非常的 我觉得是比较敏感一点 就会觉得 我们能怎么做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或者是对他们的所谓植物的摧残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类是 在摧残这个大地的灵魂 所以因为我们科技的发展 然后引发了我们更多的贪婪 所以我们人类就更加的无知 那我觉得这个 我们都可以尽我们的一些力量 尽量的与自然保持 所谓的和平共处跟尊重他们 那我相信他们大自然回馈给我们的植物 甚至周围的动物 都是很良善的回应跟协助 那在这个本书里面呢 我也有读到就是在澳洲土著的文化里面 是没有人会庆祝生日的 他们不庆祝年岁的增长 他们庆祝的是心灵成长的人 指的就是心智成熟 只要你觉得你的心智心灵成长了 你可以跟你的族人说 那他们就会为你庆祝为你高兴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现代人很不一样的 因为现代的人是很喜欢 大部分人是很喜欢过生日的 但是我可能也比较 我个人是坦白说我是不太喜欢 我从小我就不太喜欢过生日 对顶多就是跟觉得重要的人 或家人吃个饭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大肆铺张过我的生日 因为可能我个人的 没有这种的 我没有这种的想要跟需求 所以我庆祝生日对我来讲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 没有特别的需求吧 应该这么说 对然后我就是看到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澳洲土著他们也很特别 他们庆祝的是心灵成长的人 那为什么现代人 要常常大肆铺张的去庆祝生日呢 这可能也是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只是说刚刚以上是说我自己 我是没有在大肆的过生日 可能我自己也没有这种习惯 对那另外一个呢 我还有里面还有念到 就是读到的 就是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澳洲土著他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西方的传教士的人 要教孩子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之前做两分钟的握拳头 就是所谓的祷告仪式 感恩仪式 澳洲土著们他们不太了解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在澳洲土著的文化里面 他们觉得每一天的醒来 就已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对 上苍的感恩 他们觉得这个应该不需要教 如果已经需要教的话 是不是他觉得我们的现代人的社会 是不是生病了 他里面书中是有提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段话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我觉得 他写的东西 大部分是在描述 这一段步行的旅程 但是每一个每一天的点滴 却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古老的智慧 跟如何的与大自然去相处 还有我觉得他如何的去表达他们 澳洲土著他们是如何表达他们 对每一件事情的感恩 因为我觉得感恩是最好的力量 而且感恩是最好的能量来源 我觉得只要你 真的每一天在感恩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不由自主的就会变得非常的幸运 最后再分享一个就是乌达 乌达是他们里面的 类似是leader 他说你们以为上苍一直在监视着 裁判着人类 可是其实呢 上苍是在探视人类的情感和意图 他最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为 而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动机 对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动机呢 跟意图 我觉得意念是非常重要的 也期待大家就是听完我这简单的分享之后呢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如果说的不够尽全的地方呢 你们可以自己有兴趣的话 去看看这本书 那我希望我下次还有这个荣幸 可以分享更多 我觉得不错的书 跟大家一起在灵性的成长 这条道路上 可以一起的成长跟一起的进步 祝福大家 下次见 拜拜